氣候暖化加劇 海水溫度上升 就連海洋生物也面臨大浩劫 世界自然遺產澳洲大寶礁至今 有35%的珊瑚面對白化現象 海洋生物顏色逐漸變白 瀕臨死亡狀態 昔日多姿多彩的山蕭礁已經變得一片死季 澳洲政府昨天宣布設立10億澳元基金 以保護大寶礁 同時 西部海港沿岸則有一批科學家 展開大面積養殖生蠔試驗計畫 希望海洋生物能夠重返原生地 恢復天然繁殖 色彩斑斓的珊瑚礁和海洋生物 蔚藍的海水交相會影 形成獨有的絕美視覺盛宴 眼前所看到的海景是位於南半球的澳洲大寶礁 澳洲政府星期一宣布 拨款10億澳元 也就是31令吉的大寶礁基金 並交由國營機構清潔能源金融公司管理 用於降低碳擺放改善水質和拯救珊瑚礁的項目 這就是支援一幣金融資金的金融金融資金融ług 呢 這是不利用提供機構顯示力的賤金融資金融層 人物便會提供在工資平面投資的 產品組造成的 其實珊瑚非常脆弱 極容易受到周邊的水域的溫度 光線 營養物水平和人為破壞所影響 目前海水暖化正導致大寶礁的珊瑚白化 海洋生物數量驟降 逼你死亡 因此未來五年將是拯救大寶礁的 關鍵時刻 除了珊瑚逼你絕種 在西澳阿爾巴尼港 最近幾十年裡 因為過度捕撈導致珊瑚數量急劇減少 目前科研人員正在展開一項試驗計劃 在礁紙上置放珊瑚等海洋生物幼苗 希望改善海洋生態環境 美國和法國研究人員上個星期 在英國《自然通訊》雜誌上刊登研究指出 過度捕撈和環境污染都是導致珊瑚數量下降的主要因素 而氣候變遷則是狀況惡化的催化劑 因此全球有必要加強海洋資源管理 否則天然保障也難逃死亡命運 對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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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應該好朋友